嗨大家 欢迎回到 I shall travel 现在虽然我回不到游轮上工作 可是我还是想来一点船上的八卦 OK girls 如果你们是第一次上船的话 这样你们一定要有很强的心理素质 因为你第一次上船 那第一个礼拜 你一进到那个canteen 就是那个mask的时候 你一进去突然间会有所有的人的眼光 突然间望向你 而且我跟你说 这个也是我发现到的一个东西 以前一开始我就觉得 哇 怎么那些非律宾男生 怎么可以这样搞味 就是你懂吗 我们压走人是如果我们看到一个美女 我们的反应就是 哦 来了来了 哇 很美耶 那个很美 哦 不可以看不可以看 哦 哦 她好像看过来了 哇 怎么办怎么办 可是我跟你讲 船上的菲律宾男生不是这样 他们是你一进到来 就好像如果你人生中 没有躲过星光大刀红地毯呢 这就是你的机会了 可是我后来才发现 原来这个现象在菲律宾 是一个很常见的事情 因为那时候我们去到菲律宾 一个很小的一个岛的时候 我过去那边 所有人都 hi hello 就是非常的热情 不管男 不管女 不管老 不管右 就是所有人 所以今天我就会看回我的 messenger 看一下当初那些男生 他们想要job你的时候 他们到底是讲什么话的 有一个conversation 我找不回 当时是那个男生在 whatsapp他message我的 oh shell do you want to watch a movie tonight oh you mean we can actually watch it at movie under the stars no i have a solo cabin you can come watch in my cabin oh 原来在船上的男生是这样靠雷啊 嗯 ok 我们首先要讲的这个第一个男生 其实这个男的他追我 我就有把这件事情跟我船上的另外一个女生讲 然后我刚好那时候这个女生 他就在船上是跟另外一个男生在一起的 可是他那时候好像引领月 我的朋友不是很愿意跟我讲是谁 他就只是跟我讲 oh 这个男的在船上是一个蛮高职位的 就是有三条杠 然后我就在想 蛤 我也是有一个三条杠的人在追我 然后我们就在想 嗯 因为三条杠 他可以分饰在我们的引擎部门 或者是在我们的那个驾驶台部门做工 所以就有两个可能性 然后我们就越讲越生日的时候 我们就在想 会不会是同一个男的在追我们 然后结果真的是 就是这个渣男 他已经是跟我的朋友在一起了 然后他还try to在追我 我就觉得简直就是渣男 渣到爆 然后他就问what are you doing tonight 然后过后我就会讲 oh I'm attending the Christian Fellowship tonight after work I finished 11.30 so这个conversation呢 只是要让他觉得我是一个 很 Hallelujah 的一个人 so他就会oh 不是很敢help我 2月3号 他就讲 hey it's a bit random but do you have a swimming costume do you on board 然后他就讲 I have ticket I need to use you want to go now or maybe 6.30 然后我就是那种oh ok 然后我就没有回他了 you going to miss me 我就也没有回他 因为我就觉得 ok 然后这个男的还没有够 你看他3月4号的时候啊 他就问我 Has your old roomie left then? Is she coming back? 因为我当时的roomie 是一个很正 很sexy的一个女生 然后我就觉得 他主要要 夹我的那个朋友 要夹我 他还要夹我之前的室友 扎到包啊 然后来到 然后来到3月8号 他就问我 How's Thailand? 我就跟他讲 Thailand very hot It's ok I just couldn't get the massage 因为当时我真的不能 I can give you a massage When I get back I'm pretty good 然后当时我就跟他讲 Thanks for the offer Don't worry about that I'm good Because Thai massage is just It's irreplaceable you Ok我在船上啊 有遇过一个stalker 你看 他在2017年12月19日 他就跟我讲 对不起吓到你了 上班已经有了 只不过我手抖吧 祝你每天过得很开心 马来西亚女王 然后我就是 怎么叫我马来西亚女王 然后 我其实不懂他做好什么事情 吓到我 然后他就讲 你还好吗 怎么进一屋四 然后我就 你这样知道了 因为 其实就我不满的人知道吧 你看他25号message我 然后你看我27号 28号 29号 31号 1号 都不想回他 就是讲我对你没有兴趣了 ok 然后他还质问我 你为什么老师和摄影部的b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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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一起 你们什么关系 关你屁事吗 他1月2号就问 我有吓到你吗 你为什么又躲着我 我就讲ok我真的吓到了 因为我每次在上班的时候 他会来我的工作岗位找我 Hi 你怎样啊 今天过得好吗 看到你本来好都变不好了啦 好 不好意思没有兴趣 对不对 所以你不喜欢我 不喜欢 很明显啦 我觉得这个reply quite interesting 我讲你说别人我可能还不在意 你说我身边的人 我就真的想翻脸了 记一下口德吧大哥 别人是要跟你屁事 不要把自己当成上帝一样 你应该要多读一些圣经 圣经 圣经叫你怎么去爱别人 你也更容易宽恕包容和接纳的 这样真的可能读到这边很多人就会讲 你怎么不要blok他 你怎么不要拒绝他 其实我觉得啦 在船上啊 你要一个合同也是六个月 如果你在你前半个合同 你就已经把那个面子讲到这样 这样绝的话 我觉得你接下来的日子很难过 然后有些男生呢 他们追女生的时候 他们是会开一个小号 就好像你看这个 哇 到现在完全就找不到这个人的Facebook了 然后 可是我这边有写啦 You are forever my friend 就是我们永远都没有可能的啦 朋友 5月14号咧 是我的第一个合同正式结束的时候 当时候我们就有一个 farewell咯 然后当时候那个男生还就message我 讲 I can tell you how much I really like you blablabla 然后我就是 Are you serious? That was totally random We didn't even talk that much to begin with 这样真的我跟这个男生咯 我们可能就只讲过两句话 都说啦 传当的男人他们要找一个女人 可能就是 就是看脸咯 就是哎 这个是一个新的面孔 不错可以追一下 追到就追到咯 追不到我追不到咯 然后第二就是真的不要太天真 就是我那时候如果真的是 哇 那个人有solo cabin 去他房间看戏的话 我可能就 就被调走了 第三 通常你去crew bar 就有很多男生在 寻寻迷寻寻迷 寻寻迷的找他们的target 就是它是一个hunting ground 就是狩猎的地方 You know 然后第四就是 在传当你进入一段恋情之前 你需要跟你的另一半讲清清楚楚 你们进入这段恋情是为了什么 是不是就为了要 大家各自 have fun be happy 还是你们是真的 想要认真走下去 嗯 这个也是我要给女生的忠告 你在跳舞的时候你要非常小心 因为我之前在跳舞的时候 我就有试过想要跟其他男生跳哦 就是我们跳一下 你可以去找新的舞伴 这样子嘛 可是有些男生他会趁机抽水的 所以我就觉得这种人 你要特别特别的注意 讲真的啦 我发现到我在船上 其实身边多数的好朋友 都是亚洲人 我发现可能是因为我们的文化也比较相近啦 所以 嗯 而且我觉得亚洲人 追女生其实还是属于蛮有矜持 蛮有风度的 就是他们不是那种一见面跳一支舞就是 Do you want to go to my cabin tonight? No 就我是属于一个属于比较保守的亚洲人 所以可能你马上 我要不要去cabin吧 我会想到啊 OK 今天就到这里 Bye